就是说其实他们也不澄清报导的这些内容 透过影像了解世界脉动 这已经是连续五年 经典杂志与台南市政府联合举办户外摄影展 能够二十年当中能够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 然后花了这么大的精神去完成这份 就是能够带给民众一个能够欣赏的一份杂志 实在是不容易 一张照片除了能说故事 还能改变世界 甚至改变人的一生 这地方就是原来有蒜鹅的性能 展览期间都有志工负责导览 导览员陈敬德很庆幸自己能见证历史 今天看到那些花园地以后也许就不见了 幸好现在我们的壮游 我们有留下这些记录 也真的希望说因为我们的就是努力 那我们可以带给就是说台湾各个地区 然后在文化上的这个丰富性跟多元性 回顾历史见证天地万物的精彩 经典二十壮游摄影展 要给民众一场人文饺宴 大家请问这三美志工台南综合报导